我透過這個頭表達我是清白的 小草們講說 大家抱歉 等我回來 柯文哲會不知道這個舉動 會引來大家的關注嗎 他絕對知道 在律線的過程當中 可能律師多多少少有用一些話語 讓他知道說 現在民眾黨以及外面 外部的氛圍是如何 絕對有這種的可能性 頂著一個大光頭 現身在你們的媒體鏡頭的面前 讓大家知道 我柯文哲還在 只要我一口氣還在的時候 民眾黨內部 現在有人想要爭權 有人想要搶位子 你們這些人稍安勿躁 希望支持者持續的在外面 幫他捍衛他的清白 現在的施法是不公的 我在裡面過得是非常的辛苦 過得非常的難過 靠著這個平頭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傳達 為什麼這一次 柯文哲今天搭的球車久遠多 到了北檢之後 他一下車所有的媒體 好不好驚呆了 說哇 柯文哲怎麼頂著大光頭 誰幫他理啦 哇 誰在搞什麼東西啊 那據瞭解 這個是這樣子 剛剛稍早 柯文哲在北檢被提訓完之後 要回到圖城看守所 聽說啦 剛剛稍早的一個訊息我剛瞄到 就是柯文哲因為在圖城看守裡面嘛 反正他絕對說他自己就是頭髮長長的 反正不好整理 因為你也知道那個環境絕對是很 我沒有去過 那我在想應該是蠻惡劣的 所以呢他可能用想要說剃頭之後呢 可能會比較衛生啊也可能比較乾淨等等 Anyway 那他就請了他的這個 可能這個球友吧 就是幫他剃一顆頭 讓他可能讓自己這個稍微親近一下 那當然很多人就在問說啦 柯文哲為什麼突然要剃這個頭 到底在幹什麼 我覺得難道第一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猜嘛 柯文哲這個頭我跟你講 你看喔 這個頭這麼的光 這麼的光滑 我就跟各位講 當我現在已經挑了題目 挑了柯文哲 在當大家全部人 都在討論柯文哲的時候 代表著什麼 柯文哲已經贏了 贏了什麼 贏了所有你們美光燈的焦點 你們所有人都關注我這顆頭 關注那個頭要幹嘛 就是說柯文哲接下來要幹嘛 柯文哲的下一步是什麼 柯文哲在禮拜一11號 11月11號 抗告的最後一天最後選擇不抗告的原因是什麼 哇現在完全都兜起來了耶 他完全現在 要大家去塑造一個形象 是要大家不相信司法 也就是說現在 他要讓大家傳達了一個概念是 從這個下球車的這一段 傳達了一個概念給大家說 現在的司法 是大家不可以相信的 我透過這個頭表達我是清白的 也跟外面的人講說 小草門講說大家抱歉 等我回來 我會回來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過去 你知道嗎 政治人物包含像是王世堅 包含像是我們的羅志強強哥 這個他們當時還有這個 友台的這個政論主持人李正浩 也曾經剃過光頭啊 他們都是什麼 通常都是遇到一些 重大的選舉 重大的挑戰 就是要發誓自己要選上 自己要為人民服務 通常有這個人生遇到重大的 這個危機跟挑戰的時候呢 才會用剃平頭 剃光頭 來使出這樣的殺手劍 就是要博取大家同情嘛 就是要博取 希望大家關注我嘛 對不對 一般人就連女生 我今天還有看到 之前還有一個女性的政治人物 也曾在台上 直接把頭都剃啦 讓大家相信他會為人民服務啊 相信他的出現 是對人民是好的嘛 所以他剃平頭啊 剃光頭啊 為什麼這些政治人物會用這個手段 柯文哲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你說柯文哲會不知道這個舉動 會引來大家的關注嗎 他絕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動作基本上 你看喔 我就講嘛 你看12月17號 下個月 就是要我們這個民眾黨 黨代表的選舉 我覺得多多少少啦 我在猜啦 在綠線的過程當中 可能律師多多少少 有用一些話語 讓他知道說 現在民眾黨以及外面 外部的氛圍是如何 絕對有這種的可能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讓柯文哲選擇 用這樣的方式 頂著一個大光頭 現身在你們的媒體 鏡頭的面前 讓大家知道 我柯文哲還在 只要我一口氣還在的時候呢 我就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民眾黨內部 現在有人想要爭權啊 有人想要搶位子啊 你們這些人喔 稍安勿躁 所以一顆平頭 我覺得可以代表著 非常多的涵義 包含就是說呢 要弥平我們小草 希望支持者 持續的在外面幫他捍衛 他的這個 幫他捍衛他的清白 除此之外呢 也要強調的是 靠著這個光頭 讓大家知道 現在的施法是不公的 我在裡面過的是非常的辛苦 過得非常的難過 靠著這個平頭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傳達 那你看我們今天的蔡壁如 大家應該知道 蔡壁如應該是最懂他的嘛 很難講說他是寫低子 那我不管 來 柯文哲喔 今天這個可以刻光頭 蔡壁如有人就去問嘛 那你知道嗎 蔡壁如講說什麼 蔡壁如的意思是說 最懂柯文哲的人 蔡壁如喔 蔡壁如說 柯文哲可能希望 好不好 從頭來過 代表什麼 代表說柯文哲還有一股氣 他還想要再重征政壇嘛 重新再在政壇崛起嘛 對不對 過去 在台北市場風風光上任 沒想到他現在成為了 這個土城看守所內的一個階下球 誰也沒想過 他自己可能也沒想過 但Anyway不管 但現在我覺得最欣信 他的人 就是我們的蔡壁如 壁如姐 壁如蔡壁如都這樣講了 說柯文哲希望從頭來過 對不對 所以你相信 對不對 你相信嗎 對不對 我就講了嘛 柯文哲絕對用這顆光頭做了很多事情 那當大家都已經每個人 哇 鄧大眼拿著這個 這個望遠鏡在那邊這樣看說 哇 這個柯文哲光頭怎樣怎樣怎樣 在那邊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柯文哲 他在傳達什麼樣的概念 當然昨天還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這個取美鳳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我最近跟各位講了 我完全沒有辦法判斷是真是假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講說 從昨天的這場記者會看下來 我必須要講我覺得 現在 好不好我們看到了這個 因為昨天曲美鳳出來 還有看到的是我們那個宣明志 董事長的兒子宣長友 陪同一起開記者會 為什麼曲美鳳拿宣長友一起開記者會呢 代表著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 2022年高宏安選新竹市長 當時最力挺高宏安的人是誰 是宣明志 那宣明志的兒子宣長友 願意在昨天跟曲美鳳開這場記者會 絕對是有鬼 絕對是有貓膩 代表著什麼 2026 好不好 2026宣明志 不管是藍白和也好 藍白和不和也好 宣明志可能不會再支持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已經被看破手腳了 所以意思是說 2026新竹要藍白和的幾率 可能已經降到非常的低了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當時的宣明志是挺高 好像2022年 但現在從昨天 他的兒子宣長友出來跟曲美鳳開獎記者會 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2026藍白在新竹要合作 我覺得有點難了 也非常難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這個柯文哲看還可以再做些什麼動作 因為竟然 好不好 竟然沒有辦法出去 那只能透過這個 用光頭 來捍衛自己清白的時候 那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所以這一波柯文哲的政治操作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然後先幫我刷100分 我只能給柯文哲100分的 好不好 柯文哲這一波的政治操作 好不好 明顯的100分 真的是100分 你不要再罵柯文哲 因為我覺得罵也沒有意義 它就在裡面了 你現在等一月的起訴書出來 看起訴書的內容 我們檢調到底查了些什麼 大家也不要那些捕風捉影說什麼 有沒有1500有沒有收錢等等 不重要 我們就等一月的起訴書 就知道了 大家近代佳音會死嗎 差兩個月會怎麼樣嗎 我說我們等一下 一月起訴書就會出來了 現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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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